一家在去年巨亏80多亿元的车企 公司创始人的年薪 你猜猜能有多少钱 按道理讲 公司业绩不景气 还更不用说是几十亿的巨额亏算 这公司高管得勒紧裤腰带吧 年薪最多50万 顶多也就100万吧 小了 格局小了 真实的数字是 人民币12.6亿元 这家车企就是威马汽车 根据招股说明书的数据 去年亏损达到82亿元的威马汽车 公司创始人沈辉去年的酬金 竟然高达12.6亿元 一个人的薪资就占到了 整个公司年收入的近三成 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要知道同微造车新势力的 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 创始人理想和何小鹏 去年的总薪资也不过150万元 和135万元左右 也就是说 沈辉一个人去年的年薪 就相当于隔壁两家创始人 薪资总和的442倍 再来看即将上市的领跑汽车 创始人朱江明 去年的薪资总额是955万元 前年是4649万元 虽然也很夸张 但和沈辉这一笔 那还是差远了 事实真的这么恐怖吗 如果我们好好看看 招股说明书里的数据 会发现 沈辉年薪12.6亿元的说法 虽然有一定道理 但也并不完全准确 因为沈辉的酬金里面 包含了两个部分 去年沈辉的新金及花红 是201万元左右 这个数字的行业里还是比较合理的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后面一栏 雇员受限制股份或购股权开支 这一项的数字高达12.59亿元 也正是由于这部分收入 才把省会的年薪 拔到了12.6亿元的高度 而这所谓的受限制股份 或者购股权 是什么玩意儿呢 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 是一种企业上市之前的激励措施 将公司股份按照预先确定的条件 在上市前授予给高管 这部分股份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对付 只有激励对象们努力工作 公司上市之后 才有可能成为持股人的实际收益 这下明白了 省会的12.6亿元新金 只有最终威马汽车成功上市后 才能真正做数 如果最终没能成功上市 那么这些股份可以说是一文不值 这种操作对于造车这种长周期回报的产业来说 其实已经很常见了 像蔚来汽车 他的创始人李斌在2018年3月1日 就被授予了1500万股蔚来汽车的期权 期权行驶价为2.5美元每股 按照21年蔚来汽车巅峰股价 66.99美元每股的价格计算 如果李斌把1500万股期权全部行权 那他获利的总额可以超过10亿美元 折合超过人民币60亿元 这要换个说法 李斌在去年的年薪 岂不是就已经超过60亿了 当然话说回来 虽然目前威马汽车还没有上市 这十几个小目标暂时是兑现不了 但给予管理层高薪激励 也是为了激励高层带动企业成长 以实现高增长或者高估值 同时吸引投资机构的入驻 至于在高薪的激励之下 省会能否真的带领威马高速增长 就要打个问号了 早期的威马汽车凭借省会的人脉 确实拉到了不少投资 百度红杉基金 腾讯投资等等头部VC 都与威马产生过交集 早在16年的时候 威马就获得了当时造车新势力中 数额最大的A轮融资 整整10亿美元 20年又完成了造车新势力 史上最大单轮100亿元的融资 但是可以看到 这两年威马汽车不断走下坡路 一家车企能否真正发展起来 仅仅依靠高管是不够的 而天价的薪酬 反而会让尚未盈利的公司 承担着沉重的成本 有这笔钱不如用在研发上 说不定对未来的发展 还会有着更大的积极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上